大家好,今天想分享一些新闻 首先谈谈美股方面 美股那边有通胀优劣 5月通胀已经达到5% 我们就要留意联储局有关收紧QE和加息的消息 第二点就是关于红木系统的推出 红木系统推出会影响整个手机的生态系统 至于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 我们就要观察如何持续发烤 红木系统的推出我们也可以留意 另一单就是关于比特币 美国博彩公司的bookkis.com的数据显示 比特币今年可能跌至1万的赔率 已经提到8倍11 即是它大约有57.9% 今年比特币是会到1万的 如果有参与的朋友就要小心了 我们现在说回图表 恒生指数的图形是不错的 去到星期五它也是跌不下 下个星期就相对来更好 至于纳克达斯指数仍然会向上 可能因为美国的10年债息仍然下降组成 但是已经接近了高位14209点的阻力位 要小心一点 因为现在的通账问题 随时只要有加息的可能性 这个指数率也会向上 从而影响纳克达斯特克指数的周围 至于杜瓶斯指数 现在比较习幅患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方向 大家可以留意 这三个指数里面的股票 也有某些是强的 如果强的就继续持有 风险仍然要控制好的 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 感谢观看